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 蓝天白云 绿水青山 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 我们的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 要想远离危险 必须先回家 必须先要懂得安全 让我们来共同学习 儿童安全常识 饮水机不好玩 安安今天特别不开心 本来爸爸妈妈说好的 要带她去儿童游乐园晚 可是今天偏偏下雨了 根本出不了门 没办法 安安只好待在家里 白白等了好几天 却是这样的结果 安安一点兴致都没有了 安安在房间里 看了一会儿动画片 又玩了一会儿积木 还是觉得没意思 就去看了一会儿积木 就去找平平哥哥玩 可是呀 平平正在复习功课 没有时间陪她玩 平平见妹妹来了 悄悄悄地跟她说 好妹妹 你先自己玩一会儿吧 等我看完这些课程 就陪你玩 安安虽然年纪小 可是很懂事 知道不能耽误哥哥学习 她言不由衷地说道 不要哥哥陪我玩了 我自己有好多事情要做呢 你洗你的洗就好了 我自己去玩了 安安又去找妈妈玩 可是妈妈正在厨房里 做家务 也没有时间陪她玩 爸爸又出门了 安安在家里晃了一圈 还是只能自己玩 实在是没有事情做 安安只好在屋里 这里求求 那里看看 摸摸这个 懂懂那个 不一会儿 安安看到了家里的饮水机 因为饮水机比较高 平时爸爸妈妈 从来也不让安安碰她 就算安安渴了 也是爸爸妈妈 接水给她 安安平时很听话 从来也没有碰过饮水机 今天太无聊 安安对饮水机 反而有了很大的好奇心 安安拿了一个止水杯 放在接水口 又伸手去弄饮水机的出水口 可是她怎么按也不出水 过了一会儿 安安又换了一个出水口 可还是不出水 这可把她给吓坏了 还以为是自己 把饮水机给弄坏了呢 安安赶紧把纸杯 扔进垃圾桶 然后像个没事的人一样 跑回了自己的屋子 假装玩积木去了 可是呀 她心里不安 积木也搭不好 勉强摆了三四层 就倒 玩了一会儿积木 安安突然想到 平时爸爸妈妈接水的时候 都是按的饮水机上的按钮 从来也没有按过出水口 想到这里 安安立马跑到饮水机那里 用手一按那个蓝色的按钮 果然有水流出来了 这可把安安高兴坏了 她拿着桌上的玻璃水杯 放在蓝色的出水口下面接水 接了满满的一水杯 可是安安又不渴 这水到哪儿呀 这难不倒安安 她端着水杯 晃晃悠悠的去了阳台 给阳台上的花浇水去了 到干净水杯中的冷水 安安又回到了饮水机那里 这次 安安不打算再接蓝色按钮下的水了 她要试试红色的按钮 大家知道吗 红色的按钮代表这个出水口流出来的是热水 蓝色的按钮代表这里流出来的是冷水 冷水没有什么 热水可能烫到小朋友 很多家长不让小朋友用饮水机 就是担心这个 安安的爸爸妈妈也不例外 安安轻轻地按下红色按钮 热水立刻从出水口流出 流到了水杯里 安安一开始水杯的位置没有放好 有一部分热水流到了水杯的外面 安安就用一只手按着按钮 另一只手移动水杯 这可是滚烫的热水呀 安安的手一碰到水杯上的热水 就抖了一下 把水杯推倒了 水杯里的热水 一下子全洒到了安安的身上 疼得她哇哇大哭 正在厨房打扫卫生的妈妈 听到安安的哭声赶紧出来 正在学习的品品也出来了 妈妈赶紧把安安扶起来 仔细看了看被热水烫到的地方 虽然有些发红 但并不严重 也没有起泡 妈妈舒了一口气 把安安抱到厨房里 用冷水冲洗安安被烫的皮肤 又让萍萍拿来家里的医药箱 安安一直不停地哭着 跟妈妈说 妈妈好疼好疼啊 妈妈一边冲洗 一边安慰她 一会儿就不疼了 用凉水冲着是不是好一些啊 安安安 安安点点头 这时 萍萍拿来了家里的医药箱 妈妈对萍萍说 第二层中间有烫伤膏 你拿出来吧 嗯 萍萍萍一边答应着 一边找出膏药给妈妈 妈妈先用浸湿的毛巾 擦干净安安身上的冷水 接着把烫伤膏 均匀地涂抹在烫伤的地方 做完这一切 妈妈语重心长地对安安说 饮水机中的热水很烫 以后啊 可不要再玩了 听妈妈的话 安安一边抽气 一边回答 安全小贴士 小朋友们 一定要记住 饮水机非常危险 应该尽量远离饮水机 如果 在饮水机通电的时候 接触饮水机上的电器开关 或者玩饮水机上的水龙头 不仅有被热水烫伤的危险 还有可能被饮水机给垫上 小朋友年纪太小 知识和经验都不足 一旦出现问题 不能正确应对的话 还可能会发生更多的危险 所以 不要记住饮水机 对于家长来说 怎么做呢 单纯的高级效果 并不是很好 可以把水烧到一定的程度 有些烫手 但又不至于烫坏的那种 然后将孩子的一根手指头 放到有热水的那一头 打开一点 让它烫一下 孩子被烫了 肯定会哭 这时你就告诉它 这是开水会烫手的 下次你自己去开的话 你的手就会烫伤的 孩子尝到了苦头 下次应该不会再碰它了 :「加烫之风